剛剛委員有講到說 其實現在詐騙的方式 已經在轉變在轉換 包括之前我們可能想到說 那現在阻止去柬埔寨就好 但是不是喔 現在可能連去泰國或其他的地方 這些東南國家 可能都要比較小心一點的 因為今天呢 行政院也說了 透過了4679人的加護廠 這個訪查 因為目前知道說 在柬埔寨的人 大約有4679人 一戶一戶去訪查之後呢 主動察覺要立案處理的 有144人 再加上先前3到7月的報案人數 所以呢 現在目前加起來是有 373案是等待救援 那目前救出的有 成功逃出的有39人 但是呢 我要仔細算一下這個時間 發現說 那其實原來3到7月的時候 有229人就已經報案囉 但是政府居然完全都沒有作為嗎 完全放任這200多人 這求援報案 結果都沒有去處理 要靠網紅 要靠民間團體 要靠非營利組織 非政府組織來救援嗎 楊敏怎麼看待 就是說政府完全這個部分都沒有在做 那現在原來才發現說 原來3到7月就已經有那麼多人在報案了 其實不是3到7月啊 你知道那個網紅bump 它救的第一個個案 去年喔 它是在去年 那個時候是杜拜 其實這個詐騙喔 你說我們最近柬埔寨的議題 突然被這個炒熱 柬埔寨的狀況也是去年下半年就已經很嚴重了 所以你知道我們的這個bump是在去年10月11月 開始陸續做這個救援詐騙的相關影片 只是他第一支因為他救援要花比如說一兩個月 他影片才能剪好 因為他要花很多時間去做這個 就是有做過紀錄片大概能夠理解 他得要把救援整個時間去做完 一個案子結束了 他才能夠把它上線嘛 不然你中間 你說啊我救到一半把它上線 哇那個人可能又被又被 在那邊可能又被主宰就被宰了喔 所以他第一支在1月2號 今年的1月2號 第二支在3月20號 然後呢3月20號你知道那時候外交部 那時候主要是講杜拜 但是呢他3月20號影片就有提到 在柬埔寨有受困上千人 所以他掌握的訊息 其實就已經有上千人 但是我們就是說政府完全 對於這些等待救援的人 完全就是沒有任何的作為 不是根本沒有用 根本沒有用 簡單講喔 這不是一個短期的事情 這是一個很長期的事情 那過去呢這些詐騙集團 相安無事 什麼叫相安無事 就是以前有錢賺 以前有錢賺 對所以呢 基本上這些詐騙集團 你真的去比如說這些年輕人 去外面海外喔 你不管去東南亞 不管去這個杜拜中東還是去非洲的 你是賺得到錢的 你只是唯一的風險是被逮捕 好那現在很多是過去因為賺過這個海外的錢 所以他知道說我出去這些很多都知道他是要去賺 有這個管道他之前賺過 所以他知道可以從這個方式去賺到錢 沒錯 但是現在已經改變了 不是他沒有想到因為疫情改變了整個生態 現在電話詐騙太難騙了 網路詐騙太難騙了 於是呢 而且老實說很多年輕人喔 這個越來越多人喔 是比如說他本來是常常出國 後來變成當幹部 他就不要 他就不是第一線所謂的那種 話物電話詐騙的那個人喔 他就幹嘛改做仲介 他發現我那邊打電話打了半天 然後一個月也不過拿了個一兩萬美金 你接受一個人去十萬塊 對我就改成仲介嘛 所以他會講說那我就升級 好結果他升級騙過去的很多 確實有可能他不知道 所以有這個有非常多的樣態 但是當網紅他3月22號 這個影片第一次發出去 3月20號第一支影片發出去的時候 我們的外交部說 這個網紅所言與事實不符 不能誤以而傳而 對那是第一次 第一次說與事實不符 然後呢其實這個網紅很客氣啦 對他居然隔了兩個月才發回擊影片 為什麼因為他中間去了一趟美 因為他還在救人 對那他他那個時候主要是因為說 杜拜的那個 杜拜跟柬埔寨不一樣 柬埔寨我們沒有領事館 沒有外交關係 杜拜我們還有一個那個住處 對我們有一個代表處 現在大家都認識這個姓馬的 對所以這個bump 他當時是講說這個馬領事喔 我們不斷的拜託他 那個受害者不斷的拜託他 要辦臨時護照 拖了快兩個禮拜 對因為這個受害者 其實他是可以逃出來 但是他需要有護照回來 重點就是問題出在 他護照 臨時護照辦不下來 對辦不下來 而且呢居然是在這個bump 他們在台灣喔 找了政政前委員這樣 然後去跟總統府信箱陳情 隔天就辦下來了 對那最好笑就是呢 外交部發了文具 發了這個新聞稿去打臉這個bump之後 bump人在美國 他就親身測試 我在美國我去辦護照遺失 然後再去辦臨時護照要多久 有多快要多久 一天 一天就拿到了 一天包括那個警察的這個掛施證明 包括入國證明書 包括這個臨時護照全部拿到 就一天之內就拿到了 他就回台灣了 對 所以他回來台灣就拍了那部 第二部影片五月多 證明說其實我們如果在海外的話 如果遺失護照或臨時要辦護照的話 其實沒有那麼難 但是他就是在杜拜被 被纏了兩三個禮拜 都沒有辦法拿到那個臨時護照 而且他在五月份這支影片喔 不只是說啊 包括這個臨時護照要花多少時間 還有呢 他還把這個杜拜的這個使館 第一時間他們求救信回覆 他說哎呀 在杜拜喔 不會有正常公司 都不會收你的護照啦 所以呢 如果你有這個有問題 你可以去找這個當地的警察 哎或怎麼樣 天啊 人家就人家沒有試過嗎 都找過了 對 結果呢 所以他當他公佈這些 email的來往的這個訊息喔 包括那個人最後不是我們 我們的外交官是救出來的 他是自己從醫院跳樓啊 他從三樓跳下來 對啊 他是自己逃出來 然後呢 想辦法 因為他後來 因為他受傷嘛 他走到有個地方休養 然後他想要辦臨時護照 比較低調一點 為什麼 因為人家bump拿出證據了嘛 好 結果這一次 這一次bump是七月份 那支柬埔寨的救援的影片出來 那個時候大家都 其實那時候大家還沒有開始注意到 bump這個柬埔寨的這個議題喔 但是你知道我們的這個外交部是什麼時候把柬埔寨的旅遊警示提升到紅色 7月15號 對 我們的外交部是7月15號才正式把這個去柬埔寨的旅遊警示提升到紅色 然後其中的說明就是說 因為有很多的這種 所謂的打工的詐騙 然後說有很多這個國人 然後他裡面有一句說明 他說從2021年的6月 到那個7月15號 已經有50起 向這個這個胡志明這個代表處 求助的案例 所以這表示什麼 從去年6月開始 胡志明代表處就收到求救的案例了 對 然後呢我們政府拖了一年 才把他升為紅色警示 就算今天你說只有50件 50件不多啊 我跟你講這種案例喔 一件兩件都是人命 然後呢很多其實不找你官方來報案了 因為很多就是像 簡介像鄭正前委員這個案子 官方都沒有接受任何案子啊 洪孟凱他們救援這個人根本沒有被根本沒有向警方報案啊 那為什麼航警局可以在機場攔截喬把他帶走 這是一個沒人權的國家嗎 請問這位19歲的小朋友 他犯了什麼法 他有沒有跟中華民國的警察局報案說他被綁架或什麼樣 沒有 沒有喔 這個沒有任何的案子喔 所以如果今天比如說 航警局拿了一個G票 說這是19歲的某某某 你因為涉嫌什麼案子 好 你要跟我們走 我們講那三個立委不可能打 就是因為根本沒有案子啊 你沒有案子他去搶人幹什麼 很簡單啊 因為這一次柬埔寨的事情讓整個政府 麻眉倒揮 滿臉都鬥花啊 結果這三個立委 去一趟柬埔寨居然就可以救人回來 那還得了 所以徐國勇一定是這樣 那政府馬上下令 這個帶走絕對不能讓他受訪 一旦受害者接受媒體訪問 我們的政府顏面無光啊 所以怎麼樣把他帶走 結果你看 一開始說要帶回去調查 結果立委說他什麼案子 沒有沒有案子 然後警察發現狀況不對 不能凹了 結果發現說什麼 防疫 防疫需要十幾個航警局的警察 把他帶走啊 那洪孟凱他們說 那防疫我們也一樣啊 我們同一張班機回來一起帶走嘛 你看警察就不敢帶了啊 所以這非常荒謬啊 這個已經是一個警察國家的權兆 我想帶走誰就帶走誰 如果今天是這個小朋友 19歲的這個 我們不管他受不受害 因為他到底去那邊從事什麼 他被騙的程度這個都還要查 但是他有沒有跟中華民國的警察 同仁報過案 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是一個從國外反國的旅客 今天不管他們這個家屬 是用什麼樣的管道去救援 目前看起來還是民間管道啊 我們的這個警察根本無用武之地啊 那你怎麼會帶他一回國 你就要把人家帶走咧 然後呢就說 我要把他帶去調查 調查什麼啊 調查什麼 他也沒報案啊 調查他有沒有台灣價值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 從Bump一個網紅 做網紅做政府的事 然後呢政府在做網紅做的事 然後呢政府又不讓網紅做你政府的事 就是一件亂七八糟的事 然後呢現在 網紅讓你政府 花瓶倒灰 然後呢你現在顏面無光的時候呢 你要開始修理網紅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好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 快點購網站 好就可以買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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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